第三个是重庆两江竞技 对阵仓虚持 重庆观察远端 好球 背头给的不错 看看队友黄西洋 左脚直接选择了射门 开场14分钟 黄西洋完成了今天重庆两江竞技的第一脚打门 谢鹏飞和阿哈曼多夫两人站在球后面 一个左脚 一个右脚 谢鹏飞 落点不错 球进了 15分钟 苏组 帮助苍州雄师队首开记录 这名赞比亚的高中卫 在这次的定位球战术当中 发挥了撞成锤的作用 很好这个开局 在上个赛季苏组 当时是永昌队的球员 打进了四例进球 这是个带刀中卫 对 每一次在定位球的战术当中他都能发挥奇效 另外 郑凯木也有投球 看这次定位球 还是找这个点 投球 又进了 复制粘贴 不过这次进球的是桑格尔 哇 短短的四分钟之内 苍州雄师利用两次认一球 连得两分 很好这战术啊 其实 所有人向前跑桑格尔 从后点 蛮简直的绕出来 对 这下非常聪明 非常聪明的一个小球战术 所以刚才我们就说 重庆队你经常给苍州队这个定位球的机会 这防守压力就会很大 这个投球其实门将多多少少也要有一定的责任 因为这球其实顶得挺正的 你看 肯招这个球自己准备不足 因为这也是从人群中防守队员身边顶进来的 他四线也受阻 他们的这种射门的转化率确实是非常高 射门也不多 但是两次定位球 两次攻门全部打进 好球 手后跟磕了一下 交给了队友 尹通耀 好的 转出来 看看有没有远射的机会 观察射门 直接打门 好球 好球 哇 这球 球起网动 以为近 实际上是打在了短话盘之后 残在了球网后面 对 在后面网 这个球 太过于靠近门将了 直接内脚 漂亮 打在了门框上 哇 今天这两脚外围的远射图形队 真是脚感火热 嗯 陈杰 又是陈杰 又是陈杰 这两脚远射一脚比一脚接近了 黄西洋也是出道很紧的一名球员 记得刚开始登陆到顶级联赛的时候 这也是一名被很多球迷寄予透望的小象 看下这次黄西洋 定位球 直接选择胜本 漂亮 世界步 35分钟 黄西洋 利用这样的一次石破天惊的任意球 为重庆两江竞技 颁回一分 定位球大盘 双方的三立进球全部是通过定位球来完成的 黄西洋 这次圆跃弯刀 真的可以入选本轮的最佳进球的有力候选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一脚不折不扣的世界波 好球 故意的一漏 有远射 邵弗亮出现了扑救的拖手 尹聪耀 示意手球 开判没有任何表示 黄西洋 再转移 仓座的房子有点散了 好球再传 黄西洋的打门拖出来 尹聪耀 球进了 上半场比赛 在古时的最后赌表阶段 张冠军的球队将比赛扳平了 尹聪耀连续两轮比赛进球 哇 这场比赛的剧本真的是跌荡起伏啊 这个上半场比赛打的就这样的热血澎湃呢 再来看一下 黄西洋的射门 这球真不越位 好球啊 尹聪耀最后的射门是大小门一块过 从门将邵普亮的两腿之间 将球补进 2比2 嗯 这个上半场比赛真的是好看啊 对 他现在是变成四后位了 看看贝尔兰迪尿 在中路的突破 直接选择舌板 打在逆柱上 哇 今天这场比赛 重庆两将竞技的远射 真的是 每次都有机会 对 各个都有把握 嗯 所以说现在整个超球的问题 还是出现在正常幕后 爱好 麦多福就防守 对 这边的脚球是由黄西洋来处理 双手高级 看看是前点还是后点 嗯 到了门将阵守的这个区域 这球球速还是很快 嗯 左脚再传 看着是同球 哇 差点顶进 这个球又是惊出了少普亮的一身冷汗 嗯 这球好像是顶在了防守队的身上 有一个轻微的折线 温东哥 你指望沐尔棋还能像当年在恒大那样 千里阻断剂 这也不太现实 他今天还没有这个体能保证 嗯 这球点不错 哎呦 这下落不过去了 哇 这个球杨帅的处理 有些让人觉得不太理解 嗯 这球路这个判断出现了 不见失误了 是 坦率来说 重庆队的上半场首发是没有外援的 而且这个赛季 重庆队是雄心壮志 看看这次机会 这位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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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 这位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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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